OK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Under實況 那麼今天呢 我們又回來到我們的Terraria的遊戲實況啦 沒錯 那我們現在這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的 史萊姆雨喔 史萊姆從天而降 史萊姆雨的話也正好對應到我們上一集所需要的一個事件 就是我們的成功打贏一隻BOSS 不管是克蘇魯或是那個我們的史萊姆王都可以喔 那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現在身上的血量還沒有滿 所以這次應該會可能失敗告終 不確定 但是失敗的可能性還是挺高的喔 因為畢竟 呃 現在裝備跟那個整體的 呃 整體的那個 呃 整體的傷害都不是很夠 所以只能盡力看看吧 然後 史萊姆雨的特色就是呢 他會從天而降一堆一堆的史萊姆 那史萊姆怎麼去對付呢 其實沒什麼怎麼對付 就是一直去打就好了 那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唯一的辦法就是 先把那個 我們把我們的史萊姆打完 打完之後他就會生成我們的 喔 史萊姆王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盡可能的先打史萊姆 這樣子 那在這之前呢 我得需要準備好一些藥水啊 什麼加跑速的啊 然後 防摔弱的啊 那些 那些都蠻需要的 關個門 史萊姆有一個弱點就是他開不了門喔 所以基本上不用擔心他們把門撞開 可以先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 我才剛從那個 沙漠 沙漠地形那邊探索完回來而已 然後很棒的是我們拿到了我們上一集 一直所欣 欣欣念念的一個東西 叫做提煉機啦 提煉機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提煉 我們那些特殊的方塊 我們來達到三個 三個那個蟻絲馬騎 真的是挺多的 好 敏捷藥水可以帶著 然後 腳樓就移動數字加上來 加上來好了 然後火把 很多火把 然後回血用品的話我就直接丟進去了 很小 植物 然後還打到一些香蕉船 這個香蕉船是打蟻絲會掉的 1000多個繩子了 好 然後礦物 然後多了幾個跑鞋喔 我們稍微換一下 我覺得加個防禦力不錯 ok 然後這兩個鞋子就可以賣掉了 48桶而已 我們這裡已經有了 然後敏捷藥水 好 我們現在有多少黃金 17喔 不太夠要38 可惜 呃 看一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要拿的 呃 呃 看一下喔 雨落只有一罐 敏捷有兩罐鐵 沒有鐵皮欸 哇塞 動力是不錯啦 但 滿麻煩的喔 好不好看來沒有 沒有比較多的東西了 那我們就 繼續吧 好其實打史萊姆的時候 最好是 那個 鋪個平台 好讓我們比較好 好去上下移動 不過現在應該好像來不及鋪嗎 好像也可以 有一堆塞姆的情況下 稍微鋪一下平台也是蠻好的 呃 還好還好 嗨嗨嗨嗨 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走開 嘿 走開走開走開 嘿 嘿 有有有這樣稍微 唉唷還好 好爪 稍微鋪一些平台出來喔 讓我們移動也是比較方便 那我這次的平台應該會 蓋成就是 一層蓋一層不蓋的概念 然後可以把旗子搬過來這邊 比如說像第一層 第一層蓋 第二層不蓋 第一層蓋然後第二層不蓋 第三層蓋這樣子 旗子搬過來 然後就印床 OK 印床之後就 這邊掛個旗子 其實旗子掛下面那排比較好 只是現在比較難去掛下面那排喔 所以就 這樣就掛 然後這裡還需要一個東西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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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期 我們前期這個情況是還不能打我們的 史萊姆王的喔 不過應該我們也有足夠的材料去 拿我們的史萊姆王的召喚物啦 所以不用擔心 史萊姆的話就變成說就是 如果沒有即時把史萊姆打完的話呢 他就會停止重天而降 然後也不會有史萊姆王 終於拿到我們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提煉機 提煉機有很不錯的 很不錯的功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呃 這裡 泥沙 跟我們的 沙木化石 賣掉 那我還拿到這個 耍蛇者常敵 這個蛇 這個是召喚神蛇喔 這算蠻特別的東西 那是我 私底下看的時候 以前自己玩的時候有發現的 他可以這樣子 有地方按左鍵 按左鍵之後他就會升上去 升上去就變一個繩子 好當然這是有時效性的啦 但其實你看這個 蠻方便的 這一瞬間可以讓你爬蠻高的地方 好但是他時間到之後他就自然消失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也是比較危險 這裡的話就是先挖一挖 把這邊挖平整 好這邊都好了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來 著手 用我們的洗礦 就是精煉我們的礦物 來我們就拿著這些東西 然後對著我們的精煉機按左鍵 喔他就開始塞礦出來了 沒錯 這是精煉機方便的地方 可以幫我們無限制的 洗這些礦物 那我們就加速吧 OK賽龍礦了 哇真的是花了一點時間 這還是挺廢時的 然後塞了很多礦出來喔 還蠻不錯的 然後還有這個 琥珀 喔蚊子琥珀 這有什麼特別的嗎 可以換個寵物 變小恐龍 哈哈哈 運氣蠻不錯的喔 前期就拿到這個小恐龍 可以當開的裝飾 然後這邊的話呢 東西就可以放一放 礦物那些的都丟進來 那接下來有個好處 我們可以開始繼續來整理我們的礦物堆啦 來洗個礦 來用個礦物 化石稿 兼固頭盔 標槍跟骨頭 遠程傷害 遠程全套耶 不過這個 兼固頭盔不知道夠不夠 十五二十五這樣就四十了 四五六六十 欸夠耶 居然夠做一整套 好吧 我們就做一下吧 這一整套還是 蠻堪用的喔 OK 然後因為用那個精煉機的關係 所以可以拿到兩種類型不同的礦 就像黃金跟薄金 鉛以及鐵 銅跟錫 還有我們的烏跟我們的銀 這是差不多概念的喔 這是兩個類型是相同的 但是 它只是不同類型 但是相同概念這樣子 相同的等級啊 那目前的話也是沒有我們的 二段跳的雲瓶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除了想要打 我們其中一隻BOSS之外呢 我還想去天空探索 去天空探索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那我們要怎麼過去呢 我們目前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靠我們的重力藥水 我們那時候探險的時候 拿到一些重力藥水 還不錯 然後我們順便有這個傳送藥水 我們就隨便喝一下吧 喔 運氣這麼好 我直接隨便喝 然後就 就到一個 有那個的 金寶箱的那個 防藻 是 蠻不錯的 而且旁邊還有一些泥沙 我要去 提煉 又是 榮源 我們現在穿的是 遠程套 不用 好 上來也是 非常的 瓜沙 但有就不錯了 OK 好 這邊的話就繼續 挖我們的 泥沙吧 OK 有分泥沙跟泥塊喔 我們主要是要泥沙塊 旁邊還有生命水晶 拿一下拿一下 洞穴蝙蝠 血量也被提升了 走吧 東西丟一丟 一鍵幫我們灑進去裡面也是很方便的喔 燃藥跟然後藥水 我們就直接往天空飛去吧 走 好 按下我們這鍵 上 我們喝了重力藥水之後呢 然後按下我們的上 上的方向鍵的話就可以有那個 反向重力的效果 然後到天花板之後會自己掉下來 所以不用擔心 喔 左邊 好 沒錯 我們在稍微上下切換的時候要自己注意安全 畢竟它還是會有摔傷效果的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OK 第一個槍子 天界磁石 天界磁石 OK 沒什麼用處 難受了 都增加掉寶率沒有增加道具系有提升力 那個獲取道具的力 唉 好吧我們繼續去飛吧 OK稍微看一下我們的 平均高度大概就在這種地方 就一定會有 就多少就會有我們的空島 喔你看這邊有一隻 OK好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來看一下 來 第二間 喔 麻蹄鐵 喔 太棒了 直接 免除我們的衰弱效果 OK 非常優秀 拿到了 天魔 可以直接做我們 上這種 天 天空之島的一些東西喔 天魔是很不錯的 不是天魔 那個 幸運麻蹄鐵是不錯的東西喔 可以直接讓我們免除掉我們衰弱傷害 非常非常不錯 嘿 OK 好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箱子 喔 OK 拿到我們第二個 有趣的東西 我們的 心怒 心怒傷害是非常非常可觀的喔 你看他28點的傷害 以及 他可以讓我們這樣子 我們值哪裡 打哪裡 值哪裡 打哪裡 會掉落一顆星星 讓我們去使用 然後本身也是不消耗的喔 不會消耗魔力 會他第一下就是他可以使用的概念 好 所以 拿到了一些東西喔 我們現在還差一個東西叫做 氣球 我們氣球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也看完了 那我們就回家一趟 然後開始面對我們的 哥布林軍團吧 走 哥布林軍隊來襲 然後出了很多 哥布林盜賊 那這邊比較好處理的就是 用我們的這個喔 因為他會敲門 你看把門敲開 那本身又有弓箭手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靠這種方式來幫忙打吧 那在上一集最後的時候 有拿到一個東西 叫做阿比蓋爾 阿比蓋爾的花 可以拿來用一下 OK 哥布林軍隊被打敗 哇 風雨喔 我算是把這些怪給打完了 這個哥布林軍隊也是 蠻麻煩的喔 要花很多時間去打他們 不過還不錯 前面的這次居然 沒有死亡喔 蠻好的 好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 整理箱子 迷沙有了 然後 雲 把雲丟進去 這邊可以丟一些東西進去 填末 然後 箱子 第三個箱子 都是個道具 藥水 這個 藥水在哪裡 跳過了 重力藥水等一下還要繼續用 然後我們打贏了哥布林軍團 然後這邊就說 再放天燈啦 好我們換去探索左邊 好看左邊這邊有沒有空島 找了好一段時間 天哪 欸氣球 增加跳躍高度 非常不錯 OK 又增加了一點點 鳥腰可以用心怒來砸 喔運氣不錯 找到最後一個 又一把心怒 唉唷兇殘欸 恩 不錯 好啦還不錯 我們找到了五個寶箱 然後總共有我們的馬掌 我們的馬蹄鐵 然後氣球 然後這邊還有我們的地牢 OK 我們的NPC叫做漁夫 沒有NPC也沒有寶箱 欸 找到NPC了 哎呀這個真的是 機率問題 這位就可以讓他 自己回家啦 先遠離他 喔他自己來到岸上了 看看他需要什麼 好漁夫是一個很重要的NPC 可以跟他要一些任務 然後任務要完之後呢 你可以完成他的任務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特殊獎勵 那很不錯 然後 丟一丟 唉唷 藍仙靈欸 看他等一下帶我去哪裡 藍仙靈不走 藍仙靈不走 那我要 往下挖挖看 因為這些仙靈都會帶我去找寶 有喔 喔 好好好 我在向下 我在向下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急不要急 喔生命水晶 對啦 免費的生命水晶 是很不錯的喔 感謝藍仙靈 有一個良好的生命水晶啦 有一個良好的生命水晶啦 220滴血 叮 耶 好棒 然後這邊有個炸藥 挖礦好幫手 也是陷阱好幫手 也是陷阱好幫手 耶 我們回家啦 真的太舒服了 OK我們把東西整理整理 然後把我們的工匠作坊給放出來 OK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惠爾莫斯靴 加上我們的火箭靴 可以變成我們的幽靈靴啦 沒錯 可以飛行啦 火箭靴的功能就是我可以按著空白鍵 然後往上爬升 非常非常不錯 那基本上的話有火箭靴跟幽靈靴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先放著啦 然後再來的話還缺個東西叫做雲瓶 雲瓶才可以跟那個氣球還有馬蹄鐵合在一起 也是挺麻煩是吧 那就只能先賣點東西 我們來賣個東西啊 這些可以都可以賣賣 食物 魚 魚炸彈 觸發器 片跟那個牛排放一放 OK 好看一下賣什麼 超亮火把 超亮火把真的是蠻亮的 那其他都沒什麼用 王朝木是OK啦 但不會買 然後有鹿蟲 鹿蟲盡量抓 OK 好那我們順便賣一些東西吧 NPC越來越多了 非常非常好 OK看一下我們現在還有多少的 20斤 20斤也是有點難受 好啦我們再喝一個傳送藥水 誒GOGO 寶箱 終於 太棒了 終於拿到雲瓶了 哇 感動阿感動 真的很感動 而且還拿到我們的 克蘇魯之眼的召喚器 没错 也可以过去看看 过去探险 又有一个金箱子加生命水晶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在金箱子能获得的东西 其实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已经获得的差不多了 那顶多就是可能像什么 回魔啦或是比较好的武器 又或者是 比较罕见的一些小道具啦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能拿的东西 哇都差不多拿到了 非常非常刚好 这一集真的是完美 非常完美 来来来来 这边挖一挖 OK再加20滴 280滴血 我们看这里面有什么 嘿 喔魔镜 太好啦 我们连灰药水都可以省了 连魔镜都有 非常非常好 哇那这样我们的 道具基本上都齐了 差不多都齐了基本上 需要什么东西呢 差不多都有了 非常好 可以给怪打一打 前面有一个生命水晶啊 再来看一下 开扁开扁 OK 下面还有一个小蘑菇 两个生命水晶 哇太棒了 真的 来 回家 回家的话 你看我们有魔镜 进阶 带走 耶 然后东西直接放一放 哇 然后我们多了一个深度计 以及我们的罗盘耶 罗盘放到这里来了 深度计是可以看我们那个 现在在多深的地方 罗盘的话呢 主要就是看我们左右的距离啊 还不错 很多很多东西耶 哇好棒好棒好棒 来来来 整理箱子 好 然后药水这部分也可以再多丢了 药水 两个 哇还有重力药水两个 可以再去探索天空了 然后这两个的话呢 就可以先塞在身上了 就可以好好的放在身上 然后灰衣药水也可以放箱子咯 没错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灰衣 有 我们有无限的灰衣药水 就是我们的镜子 魔镜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好 炸弹丢进来 然后 银矿 然后还有什么勒 这个 宝宝 瘟子 蚊子 然后 冰雪火把 丢进来好了 这两个火把 然后炸弹也丢进来 然后炸弹也丢进来 好 我们真的是 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啊 然后 我们来看看 嗯 看一下我们钱够不够 看一下 军火商 29斤 是要38斤 还是有点距离的 有点距离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又可以再把一些视频呢 给 叠一叠啦 我们把我们所有视频都拿过来 OK 好我们所有视频能叠的话呢 应该会有我们的 云瓶跟变成气球 气球加马蹄铁 可以变成这个气球马蹄铁 那气球马蹄铁之后呢 应该目前 好像做得出来 可是好像还要再看看 看一下 更多的气球 四连跳 四连跳 再一个 再一个气球 再两个气球 我们需要再两个气球 这样子 还有四连跳 不过我们现在有二连跳了 还不错 然后再来是鞋钉的话 需要跟那个攀爬爪 我们现在还没有 脚譜要跟这个 潜水工具 或者是挖腿 挖腿的话可以靠那个 钓鱼钓道 所以不用担心 那牵手工具的话 牵手头盔可以到时候看看 因为牵手头盔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 远古鑿子的话 它要跟一些东西搭配 才可以变创造之手 不然这也是有点 也是要花点时间 天界磁石 没有比较好的 毕竟就先放这吧 再生手环需要点金石 点金石的话需要到困难模式以后 那比较好的就是心力手环 但也是偏麻烦 然后再来是白神 白神可以染色 以及做游游球袋 需要平衡锤加手套 也还不够 幽灵靴 我们需要有那个 角镯加金属扣带 金属带扣 那个带扣 金属带扣才可以变成闪电靴 现在也还做不到 然后 云瓶可以放着 然后鞋钉 OK 鞋钉的话有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沿着墙滑下 还比较不错 鞋钉的话可以跟那个 再生魔力手后面的那个 魔法手铐 那现在只能先放着 加点 加点防御力 好啦 那我们现在晚上了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试打看看 我们的克苏鲁之眼 毕竟我们有云瓶啦 走吧 那我们就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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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滴血喔 哦 还不错 好 喔 喔這個還是很不錯的喔 傷害可觀 喔 半血了 欸 才三分之一而已 這個比較麻煩喔 會衝刺 在困難模式之後會衝刺 大師模式之後 應該說那個 專家模式之後會衝刺 衝刺 喔 還沒有 OK 好 加油加油加油 哇 32 然後在打Boss的同時呢 是沒辦法用那個 護士回血的喔 換邊 跑起來 yes 然後血量越來越少的時候 他衝刺頻率會越來越高喔 跑起來 700 OK 可以靠勾爪的方式做來回喔 唉唷 好 好 開始衝刺頻率會越來越高 唉唷 喔 一點點 最後一下 yes 耶 成功 啊 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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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哈 哇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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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次 一次就完成了 一次就完成 什麼東西 喔 好可愛喔 小眼睛欸 哇一次就掉了是不是 大師 哈哈哈 耶 我們一次就打過了 喔 哈哈 喔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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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克蘇魯之眼聖物 耶 哇 成功一次過 哇太棒了太棒太棒 哇 很開心欸 這是我用最平民的套裝 然後來打贏我們的克蘇魯之眼 非常非常平民 弓箭 一般的薄金弓 木箭 然後沒有用到任何火牆 然後只靠到那個這些東西 哇 居然打過了 喔喔喔喔喔喔 好強好強好強 哇 太棒了太棒了 呃 花的時間也是蠻多的啊 不過 蠻值得的 OK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克蘇魯之眼的寶藏帶有什麼吧 哇 有啦 我們最重要 最重要的克蘇魯護盾 喔 允許玩家衝擊一個敵人 沒錯 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沒有衝刺啦 哇 我們可以直接按兩下前進 然後去對我們的敵人使出衝擊喔 去衝撞 也傷害是蠻可觀的喔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傷害是寫31 揮 哇 你看 揮 這可以直接撞的喔 而且這個東西呢 非常適合我們有跑鞋的玩家 因為像我們比如說 OK 我們現在沒有那個跑速了 像我們剛剛打眼睛的時候現在沒跑速了 要起跑還要等一段時間 那我們這段時間就可以直接按兩下衝刺 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在空中 或是在平面 讓我們改變方向 然後或者是直接幫助我們起跑 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個道具 哇 成功 成功一次 過我們的克蘇魯之眼啦 那這樣子就會有一個優點 應該也不算優點啦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等一下的話呢 白天就會可以迎接我們 打完第一個BOSS會有的那個NPC 我們的束妖 非常不錯 有束妖啦 那這邊的話呢也可以製作我們 比較高級的吊竿啦 用我們的魔礦來製作 畢竟魔礦的話呢 他還沒辦法做我們的 裝備及稿子 之所以還不行的話呢 是因為我們還需要擊敗我們的 世界吞噬者 他才會掉落我們的暗影鈴片 要有鈴片以及魔礦 才可以去製作我們的 魔礦的裝備以及稿子 這算比較麻煩啦 不過也是 逼我們去打第二個BOSS 也是蠻OK的 非常不錯 沒有用到迷你殺 也沒有用到任何的特殊的 比較高級的武器 用最平民的套裝 就把他打贏了 非常非常不錯 有眼鏡 可以冒充遊戲主播 OK的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哇 我們有我們的護盾 非常舒服啊 那下一集的話呢 應該要來打我們的 恩 史萊姆吧 史萊姆BOSS 也是比較重要 好 那我們 今天的實況呢 也差不多 該到次結束啦 哇 那今天的進度 非常之良好 有除了我們一開始的 史萊姆之語之外呢 還遇到我們 哥布林入侵 那也成功救出我們的 哥布林工匠 那也拿到了我們 不錯的火箭靴 以及把它進化成了 幽靈靴 那到後期 中間的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去空島玩了一下 拿到了我們氣球 跟我們的馬蹄鐵 我們可以有無視我們的 摔落傷害 以及可以提高我們的跳躍高度 還有我們的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 雲瓶啦 有我們正常的二段跳 那這樣子我們就很不錯的操作能力囉 我們可以有二段跳 然後加上我們的火箭靴的飛行 再加上我們的勾爪 然後以及我們最後 最後我們直接用我們的 薄金弓 就打贏我們的 克蘇魯之眼拿到的 克蘇魯的護盾啦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效率 哈哈 今天的進度非常好喔 那我們下一集的話呢 準備要來打我們的 呃 世界吞噬者 以及我們的那個 斯萊姆王 沒錯 我還是覺得 斯萊姆王得先打贏 然後才可以再去 完成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那 世界吞噬者的話呢 我也是希望能夠 早點打贏 畢竟 有打贏世界吞噬者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往後面 繼續發展 像深入我們的地獄 以及做出我們的 暗影套裝 還有我們前期還不錯的 暗影劍啦 沒錯 那些就是 魔劍啦 用我們的魔礦製作的武器 那到了地獄之後呢 哇 就有更多更多的內容 可以等著我們去探險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 也差不多該到此結束啦 那麼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看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的鈴鐺 點下去 我第一時間出片或直播 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我們就在下一集的 Terruria再見面吧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谢谢观看